现在的世界首富是谁? 埃隆·马斯克 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世界首富早就换了一代又一代 但是提起这四个字 很多人脑海潜意识里会浮现一个名字 那就是比尔盖茨 福布斯全球富航盘行榜里 比尔盖茨曾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 他的成就起源于兴趣 成功于微软 可以说微软公司在我们生活中 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作为创始人之一的比尔盖茨 与史蒂夫·乔布斯同样被称作天才少年 微软与苹果也长期处于竞争关系 去年我有幸介绍过乔布斯 那么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乔布斯的一生之敌 比尔盖茨的故事吧 美国华盛顿州西亚图诞生过许多名人 这里不仅有窃走我们钱包的鸡胖 还有本期视频的主角比尔盖茨 也正式出生于此 1955年10月28日 当地知名的律师老威廉 与自己在银行系统工作的妻子 正期盼着自己的孩子诞生 他们给他取名为 威廉·肯里·盖茨三世 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希望他能够从事法律相关的行业 幼年时期 盖茨常常和自己的两个姐妹 一起学习玩耍 父母也常常带他们一起去 一个新式教堂祷告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比尔盖茨在未来会从事的行业 是在与父母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上 正当他上小学的时候 一个新兴的产业 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风声 开始蓬勃发展 这正是计算机行业 但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还很遥远 盖茨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酷爱读书 无意间接触到过 有关科技的书 但这些毕竟是理论 他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实践它 直到毕业后 进入了胡宾中学 比尔盖茨认识了一位好友 他的名字叫做保罗·艾伦 他们的友谊至此开始 13岁那年 盖茨第一次接触到了 计算机相关的设备 一台名为ASR33的电传打字机 这时他们俩谁也不会想到 这巧妙的机遇 将会让他们的命运 与这个行业紧紧相连 通过对计算机代码的摸索 比尔盖茨掌握了一定的编程能力 编写出了一个名为 紧自棋的程序 这个就是那个经典的三个X 或者三个O 圈 三个圈吧 连在一起的那个游戏啊 就是你们小时候上数学课 无聊的时候就在曹哥本上画了个玩 只不过呢 盖茨呢是把他数字化了 搬到了电脑上 通过对这方面的了解不断深入 盖茨在母亲给他提供的资金用完后 便和保罗·艾伦 以及另外两名同学 共同创立了 胡宾中学程序员俱乐部 来赚钱筹集资金 以便未来的发展 他们开始对计算机中心公司 PDP-10的操作系统进行钻研 利用系统bug来争取更多的编程时间 后来盖茨和同学们组建了俱乐部 也主动与其合作直到70年代 随着胡宾中学程序员俱乐部 名声逐渐扩大 学校的老师也发现了盖茨一型 计算机天才少年 便希望他们能为学校制作 一个智能的排课系统 作为回报呢 学校愿意给他们提供 更多的计算机编程时间和版税 同时在1971年 一家位于俄勒冈州 波特兰市的信息科学公司 也找到盖茨他们 希望能够协助公司的程序编辑制作 最后俱乐部的成员完成了这些任务 并获得了制作程序10%的利润 和相关的制作经费 这不仅让他们的校园生活变得充实 还取得了一笔丰厚的资金 17岁那年 保罗艾伦带着英特尔公司生产的 英特尔8008的处理器芯片 找到了盖茨 他们便利用其设计了一款 计算交通流量的机器 并成立了相关的数据交通流量公司 这里说一下 打断一下各位 这个交通数据流量 它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什么汽车啊 那个交通流量 而是它一个计算机的那种数据的交通流量啊 好 我们继续 在此期间 比尔盖茨也曾在华盛顿特区 担任过一名国会议员的实习助理 他也低价购入了5000枚 麦格文伊格尔顿纪念章 在随后政坛变动里 又以高价出售了这些纪念章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 盖茨从小就有着充满商业智慧的头脑 1973年 盖茨从胡滨中学正式毕业 此时的他拥有众多光环 是美国国家优秀学者 在学术能力倾向测试中 获得了1590分的高分 要注意他这个满分是1600分 他只差10分就满分了 这年秋天 他成为了哈佛大学的一员 他虽说选择了法学预科 但同时辅救了数学与计算机的课程 在哈佛这样一个好的平台上 他又遇到了很多 同样拥有远大志向的同学 那就是在未来接替盖茨 成为微软首席执行官的 史蒂夫·鲍尔默 正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 和天才般的头脑 二人在之后才能共同的进步和成长 盖茨高中时的好友保罗·艾伦 去了华盛顿州立大学 二人并非在一个学校 却经常联系 和盖茨相比 保罗·艾伦的性格没有那么的急躁 更偏向保守与腼腆 所以难免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 但最后他们还是能和好如初 1975年 盖茨和艾伦分别从哈佛与 华盛顿州立大学退学 因为他们不喜欢学校那种氛围 他们更希望能靠自己的实力去创造价值 保罗·艾伦退学后 在霍尼维尔工作 现在闲暇时光里 艾伦在疯狂地阅读一本 名为大众电子的期刊杂志 某一个清晨 他看到了一篇有关 Alitaire 8800的小型计算机套件的文章 他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比尔盖茨 两人很是兴奋 他们认为这台电脑将能创造很多可能 Alitaire计算机 是由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的MITIS的小公司制造 为了展现自己的想法 盖茨和艾伦主动地联系了该公司 声称他们正在为贵公司生产的Alitaire计算机编写软件程序 然而他们俩并没有这台型号的计算机 也没有相关的代码 说出这样的话只是单纯地想看一看MITIS公司有没有兴趣 以便进入寻找一份好的工作 果不其然 MITIS的高管很感兴趣 他们希望二人展现一下自己的才华 两个月后 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 让公司高管眼前一亮 同意了二人制作程序的合同 也正是在这一年 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Microsoft 没错这就是微软 这个名字来源于微型计算机与软件两个单词的结合 一开始两个单词中间还有个连字符 随后便取消合并成了一个单词 公司的第一个作品 便是前面提到的为Alitaire编写的Basical软件程序 当然咯 万事开头难 这个软件很不错 但取得的收益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新公司所需的管理费用 比尔盖茨在之后回忆到 根据当时的统计 使用盗版软件的用户很多 大约只有10%的用户选择了正版 微软的Basic软件受到了很多的计算机爱好者的喜爱 他们购买了软件后便急于制作副本并分享给更多同好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 而是当时的风气使然 在计算机爱好者的圈子里 他们认为彼此分享好用的软件是一个传统 比尔盖茨的想法却恰恰相反 因为他需要这款软件来给微软创造利润 创造价值 于是乎在1976年2月 盖茨给计算机爱好者们公开发表了一封信 希望他们支持正版软件 才能让微软在未来制作出更多利于行业发展的新软件 这期间 比尔盖茨与MITIS的总裁艾德·罗伯茨产生了许多的矛盾 盖茨认为罗伯茨在软件开发和业务方面完全是个老古板 不愿意接受创新 罗伯茨则认为是前期给盖茨的好处太多 把他给宠坏了 一气之下 罗伯茨把MITIS公司卖了 自己回家安度晚年 盖茨和艾伦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联系了新的所有者 以便保留微软制作艾利泰尔计算机应用程序的权利 同时 他们也开始拓展业务 联系其他的计算机公司 编写更多的软件程序 微软不断地壮大 到了1979年 公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50万美元 这一年 盖茨把微软迁到了华盛顿州贝尔维尤 盖茨很高兴自己的公司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附近 他有了更大的动力 这个小小的公司此时只有25名员工 但负责的方面却很全 可谓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了 比尔盖茨23岁时 凭借着他在软件开发上的敏锐度和商业嗅觉 成为了微软的领导者和代言人 公司编写的每一个软件 他都会亲自的审阅 有必要时还会亲自修改编写代码 这样的品质 对于一个新公司来说十分重要 计算机行业发展十分迅速 短短十几年 诞生了很多知名的公司 像是IBM 苹果 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如雨后春春般在美国发展壮大 比尔盖茨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 便带着微软旗下的软件主动找到他们 希望逐步建立相关的合作关系 他的母亲也帮了很多忙 在他的介绍下 盖茨认识了IBM的首席执行官 1980年11月 IBM恰好正在寻求能够为其个人电脑制作程序的公司 便打算和微软沟通 比尔盖茨亲自来到了IBM 但因为他看起来太年轻了 被IBM的接待人员误认为只是个助理 打发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喝咖啡 过了一会儿 接待人员才发现 他原来就是比尔盖茨 连忙道歉 确实 盖茨很年轻 但超出常人的能力 让他在IBM高管面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微软其他的程序吸引力很强 唯一的不足之处 就是微软尚未开发出 能够在IBM的新电脑上运行的操作系统 而是选择了靠关系 购买了在西雅图另外一家公司研发的操作系统 命运为PCDOS 在反手授权给IBM使用 事后西雅图的那家公司起诉了微软 最后盖茨不得不花高价进行私聊 这件事发生后 微软也没有公开承认 倒是吸取了教训 那就是自研操作系统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后续与IBM的合作中 微软推出了MSDOS的磁盘操作系统 IBM的高管非常满意 并希望购买原代码 以实现系统在IBM上的独占 比尔盖茨拒绝了这个请求 而是让IBM为其使用该系统提供相关的订阅费 随后微软便制作了系统的副本 开始尝试将其推广给更多的电脑制造商 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微软后来还制作了Soft Card 该软件可以让Microsoft Basic 在苹果2上成功运行 这些年 微软的利润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的态势 从之前的年收入250万 飙升至1600万 员工也增加到128米 1981年中期盖茨和艾伦也对微软进行过一次小则重组 比尔盖茨成为了总裁兼董事会主席 保罗·艾伦则任命为执行副总裁 微软与苹果的竞争 这个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更何况我去年在介绍史蒂夫·乔布斯时也略有提及 在很早的时候 乔布斯也很欣赏比尔盖茨 也愿意让苹果与微软进行合作 在此期间苹果推出了电脑Mac 并搭载了全新的操作系统 该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 改变了人们传统印象里的电脑系统 尽管乔布斯处处防备着微软 但通过一些资源共享和软件程序的开发脚本中 微软也窃取了这些成果 并即将运用在公司旗下的全新操作系统Windows上 比尔盖茨也常常借着制作软件的理由 频繁地进出苹果公司 但乔布斯提出希望能够买断微软的办公三件套 World PPT XIO 并打上苹果标志时 盖茨拒绝了 微软与苹果便产生了裂痕 史蒂夫·乔布斯一直被蒙在鼓里 知道比尔盖茨公开微软旗下的新操作系统Windows 盖茨很有商业头脑 他知道全新的系统和之前的MSDOS完全不同 却声称微软正在开发两个系统互相兼容的软件 让市面上等待MSDOS更新的电脑质上商们十分高兴 纷纷表示支持新系统Windows 1985年 在盖茨对外宣传两年后 微软正式推出了Windows系统 乔布斯看到盖茨在发布会上的演示后 十分恼乌 找到盖茨大肆批判 称比尔盖茨和微软是窃贼 是强盗 然而盖茨却冷静地回答道 Mac的系统也只不过是窃取失落的 让乔布斯十分尴尬和恼目 先前微软和苹果进行合作时 苹果公司也主动提供了很多关键信息 以便来协助其软件的开发 有段时间 微软还劝说苹果让Mac的系统逐步开源 但这个提议被乔布斯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软件和硬件的配合 才能让电脑更成功 销量更多 微软推出Windows 算是两家公司翻脸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苹果曾一度起诉微软 最后都是以微软的胜利而告终 微软甚至还用技术原因 推迟很久才做出适配Mac的Office软件 微软在与苹果的操作系统之战上取得了胜利 但比尔盖茨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时刻注意着各个电脑制作商 担心他们也会制作出一款属于自己硬件的软件操作系统 从而形成一种竞争 在公司内盖茨也表现得很焦虑 有时在上班前他就会提前赶到 时刻地注意着计算机传业的发展动向 此时盖茨还开始注意员工们的想法 希望从员工那里寻找创新的灵感 公司进行讨论时 他也会注意那些不同的意见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优点 但殊不知都是为了应对竞争 不得不采取的一些过激的措施 比尔盖茨在业界有着无情竞争者的称号 因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打压竞争者 打压同行 当微软推出Windows后 以IBM为首的几家公司 也研发了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 OS2 盖茨听说后并没有害怕 而是继续去完善Windows 随后依然用打败苹果那招 让微软的Office三件套在OS2上兼容困难 这个就纯纯属于恶性竞争 微软的Windows因此快速占据了 大部分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市场 这自然地引起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注意 在整个90年代 微软不得不在一些领域上让步 最终才免于制裁 这期间公司也面临着 部门之间的分裂和压力 为了化解这些矛盾 盖茨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 通过参加一些节目的方式 向外表现出微软并没有被击垮的信号 上世纪80到90年代 比尔盖茨凭借着微软的成功 一跃成为了美国乃至世界最富有的人 1994年与梅琳达结婚后 他们成立了梅琳达与盖茨基金会 来做慈善相关的行业 由于盖茨的母亲在1995年去世 他希望盖茨也能够像自己一样 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盖茨的妻子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于是二人才能下立决心在慈善行业做出贡献 2000年时 二人又合并了多家慈善机构 这份事业也逐渐的扩大 在多方面因素促使下 这一年比尔盖茨选择了 持续微软的日常运行工作 开始逐渐退居二线 把整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位置 交给了自己的大学好友 史蒂夫·鲍尔默 自己担任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2006年时 他又宣布自己将不在微软全职工作 2014年后 盖茨卸任了董事长的职务 转而成为了技术顾问 总而言之 就是变来变去 离开了微软 但又没有完全离开 毕竟他还是微软的创始人之一 没有那么容易地彻底离开 离开微软的日常运营工作后 比尔盖茨把重心放在了他更在意的慈善事业上 并不断地扩张到其他项目上 根据彭博社的统计 那个统计的那个亿万富翁指数上显示 到了2013年 比尔盖茨的资产净增加依然排在世界前列 因为他的名下还有很多公司能够为其提供利润收入 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 比尔盖茨表达出了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以及未来50年内可能会有一场大型流星病席卷全球 没想到他还真就说对了 这个我们不展开论述 人工智能也是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 去年底的CHAT GPT的问世 又引发了一次对人工智能的大讨论 但比尔盖茨在2015年时就表达过担忧 他认为适当的开发是可行的 但如果过多的依赖人工智能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危机 这些都说远了 比尔盖茨的故事其实到这里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 离开微软后 他设计的领域就太广了 而且有些事呢 做的也不能算是完全正确 毕竟人都是会有私心的嘛 做些事情肯定会带着他自己的一些立场 包括他2021年也好 跟他的妻子离婚那些事情 这些我们不讨论 然后呢 当时呢 有些东西呢 还有什么阴谋论这些 我又不是什么阴谋论专家 我又肯定不讨论这些嘛 如果你们想发表啥意见 就在弹幕和评论区讨论吧 你们随便说 我反正不管了 只要你们合法合规就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这期视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个大功臣 参考文献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我想去找本他的传记书 就发现那个传记书写的跟那个 也差不多 中规中矩 很一般 嗯 好了 如果有什么疏漏呢 也请各位谅解和补充 节目的最后 我也就简单说说 待学的生活太快乐了 下半年除了这期 还会有两期视频的更新 敬请期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一键三连再加个关注 你也可以在油管上 点个订阅 然后再加个小铃铛 非常能感谢 你能看到这里 祝各位中秋节和国庆节 双节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